第一代當然是我們這些 不過是我講他的 不是因為年紀的問題 我和他同班 所以差不多 但是我想說 Q仔是在中學的時期 其實他已經有留意到社會上的事 而且在那時候他已經搞搞振 在學校都已經要見校長 叫他收回你 剛剛派了給同學 就比學文師少少兩個字 就是我們第一份搞的學文師叫學潮 所以他真的從五六十年代 到現在 立仍然是在社運界 在政治運動裏 仍然是在前線努力 坐在他旁邊 當然我就拔著三尾那些 張秀賢是我們下一次 跟著來的講者 他現在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現在 我們香港又出現了一代 在中學的時期 已經出來關心 無論是他自己的問題 即是說霍國教 或者今年他們要轉型 去關心和爭取香港政制的問題 所以我看到他們兩個 應該要拍一張照片 真的 因為這些是中學出來的搞屎棍 在某些人眼中 OK 那就是蔡祖賢旁邊 就是青年那代 他現在在他那個prime 是吧 這個青年 老中 中的 對不起 我們面前你是青年 張秀賢加上他你就中了 當然我們也明白 他也都是 大家這次 他一出來 可以揭起到一個 大家對佔中的想像 佔中森普選的想像 也都是因為 他是在代表中生代 就是一個 而且那個中字 還有另外一個解釋 是中產階級 是吧 所以他就是雙中 那我很開心 我今天一想到 是呀 其實今晚是島中青三代 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們仍然在那裡 我的意思是 在運動界裏面 是吧 很老實說 我們那個年代 也不是那麼多人 現在在那裡 大徐庭那一代 也有很多人 但是 現在還繼續 在這裡這樣轉下去 也很老實說 不過我們就看到 年青那一代 現在越來越多人 所以這個也是支持 我們再繼續下去的 當然下面你們也是 是不是 今天就是中和老 多一點點 韓Sir和我們三寶 寫去 我們就是這樣 唯有 我希望我們下次再搞的時候 就希望青年人 也會多一點 那這個就要靠張秀賢 他去叫 那不說那麼多 總之我自己就有這個 很大的感覺 就是老中青 老中青 老中青 我們繼續 為香港的民主 繼續下去的 那現在請張秀賢 講一講 他們的學民思潮 為什麼要轉型 還有你們現在提出的方案 是什麼 等等